有几个企业主呢 他们是在应征人的时候 是有星座的选择哦 有几个星座 特别受到企业的青睐 白羊座 天秤座 狮子座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见过 强硬的这个天秤 一点都不圆容 没有自信的狮子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保守派的白羊座 一直不敢突破 这很可能是 这些星座的人 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还没有遇到 能够发光发热的事业工作 所以咯 我们就从星座的特性来看 每个人从自己的太阳来检查起 你走对路了吗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你能够把一件事情 做得非常深刻 你并不是走全面涉略的路线 对固定星座的人来说 唯有兴趣才能让你 深深地埋在里面 而不会叫苦 固定星座 喜欢跟讨厌 非常的两极化 不喜欢的事情 怎么勉强你 都会做得很累 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 没有人催错你 你也会自己沉浸在其中 你可能过了好多年以后 发现这个固定星座 还在原来的职位上 很多固定星座会在一个 不死不活的位置 或不高不低的薪水 卡住很久 因此我常常觉得 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再来固定星座 我一定要提醒你 除了身根 除了拿出你的专长 你还有一件事情是 别人没有的 那就是你要发挥个人的魅力 固定星座是非常有奇特魅力的一组 这个奇特魅力是只有你有别人没有 同样的话或同样的影片 你来做就特别有味道 或人家就特别信赖你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天赋 比如说唐启昌老师 天仙 那固定星座的人 因为性格上比较自转星球一点 所以我们的确很适合这种 可以独立完成 发挥独特魅力的行业种 只要你找到了足以自己的特色 你就不用去管前人的脚步如何 好好发挥你自己就对了 变动就是来一点创意吧 那就是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变动星座 之所以叫变动 就是你们不安于现状 相对于固定的 静止不动 你们更关注的是周遭的环境 这四个星座呢 在职场上也有 不怕麻烦的特质 我常觉得他们是 一人可以当两人用 手脚非常利落 而且性格非常好强 又很强势 不关他的事 他很可能也很好奇 也想参与 所以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他们动不动就越界 可是相对的也培养了他们 在这个职场上面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开始变成全能型选手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觉得变动星座是一个反应很快 对市场的这个风向的转变 嗅觉非常敏锐的星座 变动星座是一个非常容易不耐烦 或很容易转移焦点 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星座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 他就很需要把注意力转到更有困难度 或更有挑战性的地方 善用他的好奇心 比如说经常在公司里面调动他的植物 这些都会让变动星座重新燃起 他对职场的热情 我们都知道开创星座有开创这两个字 很多人就会说 是不是要我们创业呀 当然不是 开创星座不一定会展现在创业这件事情上 通常会先展现在 你看别人不顺眼这件事情上 因为你们是属于很有个性的一群 开创星座一旦自己要上场打仗 就算之前没有打仗的经验 他们也会为了打赢胜仗 什么都会了 如果你能够交付一件事情 让一个开创星座去开发 不要管他太多 你不要被开创星座 稀奇古怪的想法吓到 给予他们这个空间 他们就会给你惊喜 我觉得开创星座欠缺的是一个目标 只要开创星座有了目标 你们十八般武艺就全部都出来了 所以开创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组哦 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 我觉得开创星座 我会非常担心你的身体健康 因为你会忘记休息 所以老师很多人说 开创星座 你体系下学生座更爱加班 我觉得开创星座的人 是有责任制的 没做好之前 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还在那个工作 不如赶快解决他吧 但我很清楚 也有很多开创星座 你们是安于职场现状的 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哦 因为你们的开创能量 很可能是摆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里 以家庭生活为重的时候 职场很可能就不是你开创的主要僵场了 各位同学 看完这支影片 我不能说你马上就能够在你现在的工作上 平步轻云 再也没有问题 或再也没有烦恼 你就在现在的位置上 而现在的工作 要怎么样把你的性格强项放在这里 让它好好发挥呢 这才是目前你应该好好解决的问题 所以不要抱怨 我好像待错地方 而是要自问 我在这个职位 有没有把能量好好的发挥 大家一起加油哦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